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搞一些试图分裂中国的东西 简直是不知死活 事可忍孰不可忍 最近香港问题不断升级 局势持续紧张 已经从一个地区性法案的讨论问题 升级为中美对决的战场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关头 正是所有人支持祖国 抗击反华势力的关键时刻 没想到在诸多奶茶品牌里 却冒出了几个害群之马 在这种关头 有些奶茶店公然反对一国二制 试图分裂祖国 看来中国的奶茶品牌实在是太多了 养了不少害虫 8月5号知名饮品店 一方台湾水果茶发布声明 反对香港地区的暴力和罢工 支持一国二制 这本是好事 这样的企业我们支持 但是这个声明却引来了 台湾的一方股东们的强烈反对 同时一方台湾地区的分店 马上发表声明 表达自己立场 公开反对一国二制 而一方的总部则直接退缩了 忙着辟谣 说自己绝对没有中资入股 是不折不扣的台湾品牌 宁得罪清华势力 也不敢得罪反华势力 我就不明白了 可以说没这回事 但怎么能称之为公鸡 有了总部的默认 台湾一方店底气十足 对媒体说 一方宁吃土 也绝不认同一国二制 非但如此 就在今天 一方还公然打出了一方二制的口号 简直是狗胆包天 为何台湾的一方如此丧心悲狂 难道他们就不怕大陆消费者的抵制吗 要知道 一方光在北京就有49家店面 大陆一方的数量超过台湾一方十倍之多 去年 台湾奶茶品牌85度C 公然支持台独分子蔡英文 将一国二制的说法 悄悄替换成一中各表 此举引发大陆网友的强烈抗议 称称要拉黑85度C 但是一年后 台湾媒体发现 85度C的北京店依然顾客迎门 赚钱赚到手软 而之前 鲜玉仙品牌奶茶品牌 在官网上公然分裂台湾 同样 鲜玉仙也遭到大陆网友的抵制和拉黑 但是台湾媒体发现 鲜玉仙在大陆的分店 生意似乎不受影响 台湾媒体称 只要奶茶好喝 不怕顾客不上门 大陆网友的所谓抵制活动 似乎成了一个笑话 既然不会遭到什么惩罚 那很多奶茶店的胆子 就慢慢大了起来 开始讨好那些激进的反华势力 试图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而善良的清华势力 则被他们当成了欺负的对象 如赏茶香港店 就在8月6号发起了买一送一活动 但是要对店员说一声 香港人加油 至于啥意思 呵呵 你说啥意思 至于贡茶这个品牌 做的就更过分了 你没听错 贡茶把中国给抹掉了 他的官网上把中国的位置标为亚洲 而在亚洲分店列表上 著名了一大堆地区和国家 有韩国 有日本 有台湾 有香港 但唯独没有中国 是不是贡茶没有在中国大陆开分店呢 当然不是 根据维基百科 贡茶在中国大陆有超过700家分店 超过贡茶在全球其他地区分店之河 在中国大陆赚了这么多钱 结果连中国的名字都不愿意提 直接从地图上抹杀了整个中国 这是典型的端器碗吃饭 放下玩骂娘 在中国开店收钱的时候 可没见到共产你反对 拿完钱就翻脸 要你这样的奶茶店干嘛 现在的奶茶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各种叉叉茶品牌层出不穷 中国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奶茶店 也没有什么奶茶是非喝不可的 一国二制是中国的底线 是不可逾越的雷须 任何试图分裂中国 搞乱中国的言行 都是不可容忍的 有些媒体放出所谓 只要奶茶好喝 不怕大陆顾客不来的言论 来给那些支持港独台独的奶茶店 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这些反华的奶茶店 之所以还能逍遥自在地赚钱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宣传力度不够 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 他们以前干过什么事 例如去年85度C和先预先反华事件 我随即问了身边的几个朋友 他们都说不知道 没听说过 同时他们都直接表态 自己今天知道之后 以后绝对不进85度C的店 消费一分钱 现在是时候让那些 嚣张的反华奶茶店付出代价了 宣传他们的恶行 表达我们的立场 让他们看到中国人的傲骨和团结 你们的奶茶 我们一杯都不喝